海淘法师救护众生讲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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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一直观想 越来越多 就像今天 他们具足一切 共万水的功德 共万灯的功德 大放生的功德 大布施的功德 大家发心受八观在界的功德 恩阿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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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想我们就 这个心态 愿意所有众生生口意 都像佛菩萨的生口意 然后今天这个功德 又有我们格西 大家供养 共生的功德 格西说法的功德 格西修法的功德 有我们阿妮 念焉共仪轨的功德 大家念各自的仪轨的功德 那所有的功德 就不离开我们的身口意 我们的身体守戒律 我们的嘴巴 今天念佛诵经 修仪轨 水起善叹 我们的心保持在一个正念 六念法 那是一个清净的心 一个悲心 一个菩提心 一个惭愧心 那我想修行 就不离开这个 特别八观灾戒 我想一个月六天十天 希望各位就保持这样 不是说 今天有八观灾戒 我才如此 然后 能够二十四小时 身口意 都保持在这种清净的 不伤害的 不执着的 慈悲的 那一种愿力的 菩提心的 那就是修行的意义 所以经常有人 我们出家 目的在干嘛 出家的目的就是 不要痛苦 我要得到快乐 那不要痛苦呢 就是不贪嗔痴 所以我们告诉人家 没结婚了 不要再去结婚了 对不对 那你应该呢 去服务众生 你没有了这种 自私的贪嗔痴 哪有痛苦 那进一步呢 布施 帮助众生 我想修行 就在断除自己的痛苦 烦恼的因 贪嗔痴 时时刻刻 帮助别人 所以各位现在都学会了 用水可以帮助 他们现在在布施万水 来 念一下 水有巴德 供养十方 灼诸恶业 六道清凉 奥阿奉 波士水的时候 观想自己是观音菩萨 流出了甘露 恶鬼众生 痛苦消除 各个福乐自在 奥阿奉 而且这种 善根一倒在地上 融入在地狱道 恶鬼道 畜生道 就像我们等一下会念 滴水功德 希望我们的功德 融入这个水里面 由这个水流到 任何一个地方 最深的最远的最大的海 那也代表呢 所有的功德 我们的云青 债主 所有的众生 都得到这个水 就像我们华人说 泼出去的水 嫁出去的女儿 就不能回来了 意思是说 这也是一种放下 我们把水倒出去 代表我们 虽然广修功德 却不执着功德 放下 布施给众生 而且希望布施的时候 所有众生都得到 云青债主都得到 这个水就融入到地底下 蒸发 融入到虚空 那你要去做观想 然后同样一个水 就能够 能够净化这个世界 就像各位用食物 用香 各位刚刚用声音 用声音 但是无论会用声音 用水用香用法器 为什么会产生功德 因为我们有一个动机 动机 这个动机就是符合佛的 这种悲心 菩提心 然后所以这个水 这个声音就会变成一种力量 那各位已经做到修行的要点了 不管你讲话 做事 思想 都保持一个正确的动机 念一下 空性 大悲心 菩提心 那虽然讲空性 大悲心 菩提心 但是不离开 深信因果 再表面一点 就是惭愧心 报恩心 信心 念一下 对自己有惭愧心 对三宝有信心 对众生有报恩心 以这样为基本 和深信因果的心 而了解轮回痛苦而生起出离心 那不但自己要脱离痛苦 也希望众生都脱离痛苦的大悲心 那为了要让所有众生脱离痛苦而发起无上的菩提心 为了圆满菩提心 那我们就要在利他的时候又不执着的空性 那我想各位呢 同样 我讲的这个都大家都倒背如流了 但是你每一个动作都不能够离开这个心 就像我们念大悲咒我要具足十种心 那我们念佛弥勒菩萨说 十心必定往生净土 那我想整部怀言经就在讲这个心态 所以不一样的心态 产生不一样的阶段的修行 所以我们必须从最基本的心态 一直一直修到修到最圆满的心态 那我想动机就是这个心态 我想现场的人外表大家都一样 都是人有个共业 但是因为我们心态不一样 心态不一样 就像各位今天来受戒 来受戒 如果你用一个大悲菩提心 哇那得上了无上功德 所以就像各位刚刚在供养社大姐的僧众 我们呢 来观想我们供养所有的出家师父 愿所有的僧众都能够安心办到 弘法立身将来都成佛 这是对平等的这种虔诚的供养心 然后呢 那你又想的 那我这十块钱一百块 代表了所有的六道众生 不懂的佛法的 没有福报的 正在受苦的 那你所观想的众生也多 那你这十块钱 就变成一万 十万 百万 亿 无量无边的功德 那就像 首八弯灾戒的这种持戒的解脱心态的功德 超过于世间 言福提王大布施的功德 那重点是 你要用什么样的心态 当然佛陀要我们 具足一切 但虽然我们具足无上普提心 但是各位千万不要忘记 孝顺心 惭愧心 对不对 报恩心 那你每一次的每一个动作 就像各位现在看到那个金凡在飘 哇 希望产生力量 这叫信心 哇 黄色黄光 蓝色蓝光 白色蓝光 像五方佛五种大智慧 你要开始这样 观想 然后呢 五去轮回众生 通通脱离五去轮回 通通往生五方佛净土 断除五种烦恼 成就五种大智慧 你就一直这样 随着那个旗子在飘 然后呢 哇 这个心态下去 这个旗子就产生功德 不然的话 有人问我说 我在家里摆一个地藏本院经 一直让他念有功德吗 这个功不功德 决定在你的动机 如果 当你拨起了这个地藏经大悲众 你生起了一个信心 大悲心 而且愿这个声音 融入在你家里的左右 所有人听得到 所有众生听得到 然后你就这样一直加入 所以一部机器就变成力量 我想我们这个身体也是个机器 而且会生脑病死的 它有它的因缘 但是我们这个身体因为动机不一样 因为你的念头不一样 所以同样的身体 变成不一样的功德 那我想佛教教善用我们这个会死亡 会变化的身体 然后呢 懂得怎么样的去帮助众生 所以在这一点 我想各位人生难得 今已得 我们有机会做人 太难了 又能够听闻佛法 那要把人的意义定在最圆满的 你千万不要把人的意义定在结婚啊 买房子啊 生小孩啊 那是折磨人生啊 损福报啊 那各位已经结婚了 你才会开悟啊 哎呦 不对啊 不对啊 然后生儿子呢 人家想说 哎呀怎么没有生出一个 夹材的菩萨的孝顺的儿子 有他的道理 所以各位也不要后悔过去 你现在 当下 知道怎么转念就好了 我想 错误的背面就是正确 所以一个人走错路很苦了 他就知道要弹回来 就像一只老鼠吃这个会被电到 哦 他就会朝这边 不会再朝那边了 所以我想过去的错误 反而成为我们 现在精进 忏悔 精进的动力 这样就好了 所以 但是不要再做错事了 所以我们都希望 大家都来修行 大家都断恶修缮 跳出轮回 进一步呢 发普利金 如果你家有个小孩子 发普利金 说要做菩萨出家 哇 你要放鞭炮 放到天亮 几百世的 这种姻缘中生的一个 发普利金的菩萨 那你这下就圆满了 为什么 一直修行 一直出家 一直发普利金 现世父母得神天 七世九弦七祖得超度 那重点还是 啊 这种动机 出家的正确的动机 那这发普利金的动机 所以 希望我们今天 这么大的法会 大法会不是说我们人多 我们心量广大 而且面对各种的众生 地狱道 恶鬼道 动物道 人道 阿修罗道 天道 然后呢我们都要关心他 所以为他们供万万水 我们已经供了多少水了 来 四百多万 佛钱供水供德 而且呢不单供水 各位等一下还要施水 一杯水不施下去 那不得了了 佛陀说 你把所有佛像供养所有出家人 乃至所有寺庙都盖成黄金了 三大阿神奇节这样子的供养三宝 不如慈悲心不施一杯水的功德 不如慈悲心放下一片饼干 给鱼啊给鸟吃的功德 甚至各位慈悲心做焉供 这种慈悲不施的功德 超过于三大阿神奇节 供养三宝的功德 那很多人就说 那我现在就不要供养生钱了 不是 我们以供养生钱的功德 慈悲心回向给众生 那不是变成两个都圆满了 所以呢大乘的教法 要我们不执着的回向 那这么大的功德 那怎么办 那更要回向你的冤亲在主 那你的冤亲在主 哇 这下 不但你不欠他债 他欠你债了 因为你做那么大功德给他 因为你以菩提心所做的功德 来向他忏悔 来回向给他 他不得不超度 就成为你最大的护法 成为你最大的护法 不但不伤害你 习灭恶意得利乐 回向鬼神冤亲在主者 习灭恶意 不但恶意消除 心中发起利他菩提心 那你把一个会伤害众生的鬼神 变成一种大菩萨 这就是在藏神佛教 这些护法 当时都是因为会做怪的 罗刹三神 莲花生大师 以为他的悲心愿力 神通力 降伏 不但降伏的三神和神 还成为守护神 就把福藏就放在那个地方 那福藏放在这边 任何人不能接近 除非是莲师所化现的福藏师 在四张的因言又把他拿出来 为什么拿出来 这叫救众生的秘朗 那里面有很好的仪轨 乃是法器佛像 在适当的因缘终于献出来了 所以佛法并不是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 因缘成熟 这一句佛法对他有帮助 那才是最好的 你教一个人不喜欢这个法门 你硬让他修这个法门 没意义 比如说这个人喜欢读地藏经 你硬给他楞严经 他觉得佛法单调无聊 不想念 但是你给他适当的地藏经 普门品 他喜欢念大悲咒 他喜欢念奥马尼伯明奉 那都可以 但是你要如何观察因缘时节 去讲这个对峙的方法 那唯有佛陀是圆满的 所以释迦牟尼佛可以教化这么多阿罗汉 可以让这么多凡夫众生发菩提心 所以我们也很羡慕 希望哪一天我们自己成佛 那你就知道了 什么样时间因缘地点 那所以联花生大师 以他的神通 知道在这个世界未来 什么时候 然后在什么地点 有什么样的佛葬师 可以取出这个对这个世间最好的法 所以佛法是永恒的 那但是在什么时候来应用最好 那不管释迦牟尼佛也好 莲花生大师也好 噶马巴也好 那这些 事实上都是诸佛的本体一样 就像 都是由毗卢尘那佛 乃至有金刚种词 乃至有普贤王如来 不管怎么讲这个 本初佛 第一尊佛的所显现的 各种的硬化生 简单的说 那各位我们也要加入 念一下真理的化身 然后我们也要融入这个真理 融入这个母体 回归自信 因为自信是没分别的 佛佛道统 那我们守八幻灾界的目的 就是在回归自信 而展现在一个 外在的慈戒跟慈悲的行为 慈戒是不伤害众生 不起心动念 慈悲 我们要发悲心利益众生 所以各位看到出家人 大家都李光头穿出家 就是要让我们合为一体 大家同一个体性 同一个动作 就像说军队一样 大家在穿一样的 高矮配合一样的 踏步一样的 动作一样的 绝对服从真理 他就要没有个人 只有团体 合为一体 那同样的我们学佛 希望大家都合为一体 为什么 本来具足空性 本来具足佛性 无有分别 那是我们因为有分别 像男人女人 凡所有像都是虚幻 都是假的 不要在这个像 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去分别 所以各位要看金刚经 有这个空性超越一切 而懂得善用一切 不然你就会分男人女人高矮胖瘦 有钱没钱 大家都在痛苦 那事实上所谓金刚波罗蜜 波罗蜜 这个波罗蜜就是 你如果有这个金刚波罗 这个断除烦恼 看到真相的智慧 那你就可以波罗蜜多 成败一切 消除一切痛苦 帮助一切众生 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波罗智慧 那就像你想要利益众生 那也有时候还伤害众生 因为你想要帮助他 反而伤了他 就像你根本不是一个医生 你干嘛去跟人家 开药打针开刀呢 那你不是伤害别人吗 所以我想各位 众生有一个不生不灭 永不痛苦的空性佛性 但是他不知道 他活在一个假的心态 贪嗔痴啊 外表啊 轮回啊 所以他永远在痛苦 所有母亲众生都 永远在轮回痛苦 因为他找不到自己的 本性 原点 中心点 但是 不管你今天轮回到哪里 你的空性永远在 就像你今天下地狱了 今天你把你踢去做乞丐了 你在做乞丐 结果人家告诉你 嘿嘿嘿 我把你的黄金珠宝 就藏在你衣服的夹子里面 你打开就有 你干嘛做乞丐呢 那法华经用这种辟语告诉我们 那众生皆有佛性 但是他不知道 却在做乞丐 却在做工人 老板的独生子从小就走私了 那个小孩子 不知道他是有钱老板的儿子 但是老板终于找到他了 现在跟他讲他不相信 所以先让他做工人 然后做职员 慢慢引导他做小主管 终于做中主管 终于做总经理 准备接老板的位置了 他很高兴啊 我忙了20年 从小弟做到总经理 那老板再给他宣布啊 你是我20多年前总私的儿子啊 然后这样父子才相认 你看这个老板多用心啊 那佛也是如此啊 他用各种方法 一直引导我们走入他的心 就像引导我们去极乐世界 各位 阿弥陀佛要我们去极乐世界 是希望我们将来做什么 阿弥陀佛的分身嘛 跟阿弥陀佛的功德一样嘛 要师佛要我们去要师净土 那希望我们每个人 都有要师佛的功德力嘛 去帮助众生 所以我想各位不能短见 什么叫短见 结婚啊 有钱啊 漂亮啊 有地位啊 这个是很肤浅的 因为我们现在追求的这些东西 是痛苦的假的 只会让你更痛苦 所以各位 当你去追求某一个东西 你执着会让你痛苦 那就是错了 这一点记住 追求真理 没有痛苦 就像各位刚刚走出去也好 去晒太阳 去布施回来 会不会痛苦 高兴啊 虽然皮肤晒一晒 甚至有人去爬山爬很高 终于去拜拜莲花生大士 虎穴士 去拜到菩萨顶 哇身体好累 心里快不快乐 快乐啊 花了这么多钱去朝圣 去礼拜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事情是有意义的 不是跑了老半天去找老公 又被骂回来 那有什么意思 那现在人就往外求 往外追求金钱 追求财富 追求地位 传宗接代 那个是一种浪费的人生 就像各位常听我讲那只兔子狐狸的故事 跑到人家的葡萄园 吃了一个月 哇肥肥胖胖的 终于人家要来收割了 完蛋了 他爬不出来 因为吃的太胖了 只好在那边拉肚子 不吃东西 白饿了三天 全部都瘦 他才可以转出来了 白忙一场 就像各位如果你现在忙忙忙忙的很很久 好修行 好修行 不行啊 事业大 儿女多 孙子多 那不是至少麻烦 本来就好好的 那要干嘛 等到什么时候修行啊 事业倒了 儿孙都死掉了 你再来啊 但是你会觉得说 那我我 我拥有这么多怎么办啊 我负的责任这么大怎么办啊 但是你有没有对你自己负责任啊 你有没有对所有的众生负责任啊 你不能为那几栋房子 几块土地 几个儿女孙女再负责任 这哪里是责任 这是自私 最大的责任要给他们佛法 给他们解脱 而不是给他们房子而已啊 所以这一点各位 对自己要这样要求啊 那你要去思维 刚刚我们格西说文师修 那你我们佛教听那么多了 苦极灭道是身体 生命是苦的 苦的因来是无名贪爱 消除无名贪爱 那你就要修道 你才可以解脱 不但自己解脱 变成四红四约要去帮助众生解脱 那你听到了 从四圣体到四红四约 那你如何去实践 以及去推广 所以我们做法师 跑遍全世界 要去讲 去讲 我现在这辈子最大的后悔是 我只会讲中文啊 所以我只能在华人地区啊 我下辈子我从小啊 一年写巴黎文 一年写汉文 一年写泛文 要短短了 不要搞个十年 然后再去写拉丁文 日文英文 通通会 什么人通通会 成佛就通通会了 对不对 成佛管你是哪一国人 我跟你的心沟通的 不是用语言跟你沟通的 所以佛陀一阴眼说法 众生随类各得解 那佛陀的声音现出来 哪怕你是张拉玛 也都听得懂 佛陀的声音 不用麦克风了 骗一切处 如果你成佛了 你个骗一切处的众生 都听闻你在说法 就像达摩祖师 挂着耳环 那不是漂亮啊 任何净土 任何佛法 他都听得见 用这样来表法 林华生大师 永远都挂着耳环的 那我们希望 我们眼睛可以看透一切 耳朵可以听透一切 心里可以了解所有众生 那各位听我这样讲 做人的意义就是要成佛 才能够帮助自己 又能够帮助世界 所以各位一定要发这个愿 这辈子没办法出家 那来世 往生净土 好不好 然后趁愿再来 干嘛 童真出家 精进修行 修行到你已经正的八地 来自成佛了 那时候你要做国王 做妓女随便 那时候是演戏的 那你现在 你是爱上一个男人 爱上一个女人 才去 才去结婚 那不是演戏啊 那是堕落苦海 哪有什么戏好演啊 是不是 所以我们不执着 你才可以去做那个事情 会执着 你就没资格去做那个事情 就像你平常都很喜欢爱钱 我告诉你爱钱呢 还是很爱钱 出家还是很爱钱 那你既然爱钱 你就要守戒律 我这辈子不摸钱 我这辈子全一包不摸 因为免得我执着他 就像我们出家 哦 这辈子不能跟女人 藏在一起 不然呢 哎呀会堕落 因为自己不行嘛 那如果你自己很清楚 对你来讲 男人女人都像一只狗 都像佛一样 没有分别啊 那对你来讲 结不结婚 出不出家 随缘啊 因为你已经达到那个阶段了 那你就可以随缘视线 去帮助别人啊 利益众生 但自己还没有到那个阶段 那我们就好好的持戒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所以 那我想各位要开始分析自己 了解自己 那我要怎么去作业 但是道理很简单 但是实修很困难 那实修怎么办 那各位一定要接近善知识 更多的善知识 爸爸妈妈阿公阿嬷 一起在培养这个孙子 哎呀这个孙子 一定有好的未来 至少不会做坏事 因为有爸爸妈妈阿公阿嬷 都在培养他 那如果一个小孩子从小 没有这些父母师长 种种的助言 他绝对不会成长 所以一个人能够读到博士 他要感恩了太多的人 那我们要这样去想 所以 那我们要修行 我们要去清净善知识 跟好的环境 那我想 我们隔西 他们经常来 那是各位要去接近 像我天天到跑来跑去 我不是爱玩 每个地方都有善知识 我们这一次去拜访 阿难的化身 明日巴的化身 贾察仁波切 真的是阿难 空性庄严 讲法短而有力 去拜访铁丘仁波切 也去拜访几位阿妮 然后本来还要 我们阿妮要介绍 我们去清净多诸千仁波切 哇他不在 好可惜啊 又去清净到 常寿佛的化身 当地说唐东家婆的化身 那说解仁波切 哇这些大善知识 那当然我们去接近善知识 不是每天就执着 把善知识学来的法 如何帮助众生 没学佛的 世间的动物 超度鬼神 我们的 如何去学 照顾医疗 所以 学佛不是放弃世间 是动机改变 你是个医生 从今天以后 不要为钱做医生 把这个医疗来帮助修行人 帮助穷人 那这就是法普利心的医生 今天你是个老师 很会讲课 那你开始讲地藏经 华言经 老师来研究波瑞经 然后呢 到处弘扶化 今天你是个歌唱家 不要再唱流行歌曲了 就像我们看电视上 哇王妃唱金刚经 唱金刚萨多 哇好听好听 唱点灯祈愿文 好听好听 因为他会唱歌 但是他把歌 变成一种修行 所以各位同样 你有一个身体 那我把这个身体 变成佛像 这什么意思 出家 对不对 你出家了 坐里面 有冷气的哦 然后呢 大家供养你哦 为什么 成为别人的福田 但是如果你没有修行 供养你 你回去还拉肚子 因为承担不起吧 所以我们要持戒接受供养 就像各位今天中午 有人做功德主打灾 我听到打灾 那我们成为别人的功德主呢 因为我们持八观灾界 让这些帮我们打灾 护持我们的人 得到我们的功德嘛 那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有一点抑郁 你看我活着别人 凭我喝水 他病会好 来来来来 喝水你还可以解渴 还可以消除对方的病苦 那很好 很有意思 所以我想各位一定要 不要让自己成为别人的福田 不要让自己成为别人的倒霉鬼 云青在主 那个阿姨没什么事 哦 万青这一句又来啊 又来啊 两个倒一世人 冬一辈子 你你我我 哇 太痛苦了 那如果你要转化变成佛法 互相鼓励 互相互持 对不对 成就对方也成就自己 所以希望各位呢 让你的儿女早一点学佛 有机会呢 赶快受戒发菩提心 能够出家 哦 那真的是家门庆幸 让我们的爸爸妈妈 赶快念佛 不要再吃肉了 不要再吃肉 念佛 念佛 昨天我教一位大老板 他哪有时间念佛 我就告诉他 念三尊佛 哇 这简单 快记 赶快给我记下来 念阿弥陀佛 心清净 念观世音菩萨 没烦恼 念地藏王菩萨 超度 哇 赞赞赞 因为他大老板嘛 对不对 念阿弥陀佛 来自极乐世界 心情不好 念观音菩萨 要超度 要照顾小孩 念地藏菩萨 记下来 记下来 这样就好了 因为他是老板了 他这样就很快乐了 如果你跟他讲的太深 他去皮皮 他觉得你们佛教没意义 所以他觉得这样有道理 因为佛法是一种对字法 那小朋友 师父我要读书 你有文书菩萨 我阿弥陀佛 在哪里 然后你要针对对方 对方喜欢背背看看 所以各位你要很冷静 但是你要去接触 如果你不去接触别人 你就不会了解别人 所以各位现在利用我这个机会 部分在家出家 大家就忙着关心众生 从关心众生来了解自己 更能够了解别人 你越了解自己 越了解别人 你越了解别人 越了解自己 自利利他 所以不能说 我今天只有看佛经 天天研究佛经 这个佛经是一种药 那你要有对劲 你才知道这个药好不好用 你才会有信心 就像我们去帮人家祝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哇 这个人眼睛大大 嘴巴开开 舌头吐出来 唇叶脱唇唇唇唇嘴唇 嘴巴合起来 眼睛啊 太好用了 从苍白黑色的脸唇到粉红色花光的脸 哇 阿弥陀佛 太好用了 但是如果你有这个经验 那不一样了 就像我们做烟供 我那天听啊 在普利他说 他们普利里面有一个得癌症的 大家都放弃了 第四期了 然后就也不希望他来住寺庙里面 因为呢 死在哪里大家麻烦 那时候呢 找我们淑敏淑敏说 就拿烟供粉师傅 那现在我也没办法帮你啊 那你就天天做烟供 天天做烟供 希望有奇迹 结果呢 他天天就去点烟供粉 烟供粉我们提供 还认好了 哇 整个普利认识他的人就开始 欸 淑敏有没有烟供粉 要每个人都要来咬 我们就 我提供提供 我们在新竹也是 各位都听过 老和尚得肺癌 自己倒到山里 准备往生 念佛往生 那徒弟 起了悲心 来跟我们说 温淑 在山上得肺癌 怎么办 送你烟供粉 叫师父多点 我们也回向 那个还加了一点药的味道 结果 过了几个月 师父癌症 慢慢慢慢 没有了 那这样 不可思议 这个师父搞不好 就是菩萨视线 让我们有信心的 就像观音菩萨视线 成为恶鬼道 才会让阿难 升起事实的信心 所以我想 我碰过很多 这种事情 不可思议 所以我都很感谢 原来实践佛法 能够有这些对境 这些苦 然后你念这个佛 做这个修行 改变了 不可思议 就像各位常听我讲 我以前经常头痛 我才知道头痛的痛苦 然后我现在没有太痛过了 但是看到别人头痛 我心里想 哦哦那个很痛 那我怎么好了 忏悔发愿 就是这样 我就跪在普团 因为我再来要上课 头痛 脸发白 精神抑制不能集中 对不起信徒 我就跪在那边忏悔 我对我造成头痛的业 这愿签站着忏悔 我就发了一个很好的愿 结果拜了九拜 我从那个时候到现在 没有痛过 现在偶尔痛 不是痛 种种的 啊 这不够啊 那些鬼道 没得吃 头胀胀 赶快咽咽 试试一下 OK啦 马上像气球消风 一点感觉没有了 真有感应 所以我想各位 自己的生命的经验 然后融入佛法 对我们就会不退转 最难就这个 一句阿弥陀佛 就这么简单 那这很多人就念不下去 信心不够 所以昨天带着那几位 不懂佛法念 我没有念很多咒语 带着他们念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念十声 十声就超多 真的吗 那附近说的 十声就超多 你如果要试念十声也超多 方神基督世界 只要你有信心 一念乃至十念 念阿弥陀佛 不生净土的 我不成佛 对不对 阿弥陀佛讲的 百分之一百 那问题 他们就觉得 这样很简单 这样很简单 像我爸爸一样 我爸爸说 爸爸你会每天睡 念十声阿弥陀佛 好好好 就很简单 是 寸的都我来收就好 你要吃饭 睡下去就OK 假寿司还好睡 这样寸的我来念 他对我有信心 他连十声也念不够了 还十声 不然你也把眼睛看着 这里去睡 就把它搭在房间口 看着不去睡 这样也好 阿弥陀佛慈悲 到过来 我就请阿弥陀佛 加持我爸爸 天天晚上我都念 观想那张图放光 加持我的爸爸 在睡一睡 我做小孩 替老白念 反而这样 我真的很精进 我每天至少 为我爸爸 观想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放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因为我就求我爸爸 无病往生净土 因为我这样 所以反而我得到利益 我在想 哪一天我要死 也一定去极乐世界 因为我实在念得很认真 念到现在还在念 我爸爸已经往生了 我还在念 我要把我爸爸 推推推推 从下品推到上上品 推到啵 跳出来 我还在念 我从不间断 所以各位要永远记住 爸爸妈妈 是我们修菩提心 最好的祝愿 妈妈还活着 爸爸往生了 爸爸的爸爸 我爸爸非常孝顺 对我阿公阿嬤 非常孝顺 对阿公阿祖 非常孝顺 我妈妈 每次都来骂 假的你赢 有赵不赢 拜祖神 拜不完 我爸爸 把二十几代的祖先的 什么祖旗啊 你想想看 二十几代 二十几代 乘以二就 五十趟一年 三百六十五天 要拜五十次 然后呢 还有爸爸 那年阿公 什么 我爸爸 那我妈妈 就没办法也要拜 反而我妈妈 这边都没在拜 那我爸爸这边要拜 一定要拜 因为我爸爸说 祖神一定要拜 对不对 要幽好 穿多少都没关系 要拜 要拜 那我觉得我爸爸这一点 孝顺 非常好 那我想这些 也是个很好的祝愿 所以各位要这样 孝顺 进一步就虔诚 把这个孝顺 转一个念头 就变慈悲了 当我们了解佛法了 太简单 来 众生接我父母 那这样简单 所以 在以对父母的方法 来对待众生 但是不能说 我每天回向给众生 却对了 父母没有那种 热忱亲切 亲自照顾的心态 所以我想 我们的爸爸妈妈 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跟我 我很多信徒说 我出家了 我更执着我爸爸妈妈 我跟我二哥 大哥弟弟说 来来来 爸爸妈妈 都我来照顾 你们帮忙 可以 但是我负100%的责任 让我有机会 修功的 因为我出家了 所以我要 我要24小时 照顾我的父母 因为我的父母 要住到寺庙来 我在新殿讲堂 基隆法院室 都把我妈妈的房间弄好 然后呢 你看 我去给他看 就不用担 但是我都准备好了 但是他喜欢跟我哥哥住 然后我就在哥哥对面 租一个我妈妈喜欢的房子 妈妈住在那边 我供养 对不对 那各位要讲 我对我妈妈如此 对我爸爸如此 我爸爸住在 宜兰生命道场 总统套房 人家那个是总统房间 真的总统去睡过 那一位施主 给我说 这个房间 以前李总统来睡过 结果是 现在是黄总统在睡 我爸爸 他就睡在那边 然后请很多人 各种方法去照顾 吃啊喝啊 那各位 这一定要去做 因为我是觉得 我师父给我说 你去照顾爸爸妈妈的方法 去照顾众生 这很重要 你不能说 因为我也出家 一段时间 认识一个人 他爸爸妈妈在香港 得癌症 他都没回去 他只是有一天 才跟我讲 他说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我爸爸妈妈 在香港 得癌症 两个都没照顾 也没钱 所以我在这边 我经常想到 我也在休息 那我说你都不回去了 不是出家 就不能回去 哇 你大错特错了 我说你现在马上 明天买飞机票 钱我给你 带着钱 你赶快回去 你爸爸妈妈那边 这个才叫出家人 出家人不懂得 孝顺父母 跑第一位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那你对你父母 都放得下了 你怎么可能去爱众生 对不对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如果你爸爸妈妈还在 那你要第一孝顺 孝顺到 让爸爸妈妈知道说 哎呀 你这个孝顺 真是佛陀慈悲啊 有了佛陀才会有 我有这场孝顺的 体贴的儿女 他就会感恩佛陀嘛 所以 而且会感化一切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你一定要有个对象 哪怕你爸爸妈妈不在啦 隔壁阿公阿嬷 你把他动作去北部 隔壁前面有个小孩子 动作儿子 像我刚出家 我老实说 我想到爸爸妈妈 还不会掉眼泪 我随时可以去看他 我想到我儿子 我就偷偷哭啊 很不好意思 我想到我太太 我就心情不太好 为什么 让他这么痛苦 都快自杀了边缘啊 但是 那我师父说 我知道 我师父 有一点了解我 我知道你心情不好 你看 出家都不笑 人家出家要很快乐了 你看出家很悲哀 我说我会啊 我说会想到我儿子啊 那我师父说 那很简单啊 恒春地区你去看 那些孤儿那么多 多照顾他们 多照顾他们 你懂得爱儿子的方法 你去爱那些小 我就开始去跑 心情就改变了 对我来讲 慢慢慢慢 我就放下对儿子的执着 反而对那些小孩子很好 但却不会执着 对老人好 对小孩好 所以我想佛法教我们 虽然我们还没有正空性 但至少我们先去慈悲 先去慈悲关怀 所以像各位刚刚布施这么多食物 非常好 点了这么多灯 供了这么多水 但是不是在这边坐 希望各位在你家后面 蚂蚁啊 蟑螂啊 看得见看不见啊 我为你点一个灯 我为你供水 我为你施食 那你们家 就是一个大雄宝典 对附近的邻居左右 你知道他生病 隔壁那个阿嬷生病 我多替他点一个灯 回家给他冤心 这样默默的做 不要让对方知道吧 对方愿意相信 你有姻缘跟他讲 这样可以 对方不相信 他可不可以去他宗教 我依然为你点灯 那你前面有一个牙科诊所 那我也为他点灯 供水 你也要时间 希望生牙痛的人赶快好 那如何如何 那一个悲心比较重要 我觉得人活着的意义 就是为了实践慈悲 到生命最后一秒 这就是我们很简单的 那如果你不断的慈悲 那你就不断的在进化 那一天你就很容易体振空性 这个空性并不是抓到什么 而是你看到真实相 哎呀这个世间就是 婉然存在幻化的 那个世间没有一样东西 是永恒不变的 也没有什么好爱跟恨的 那你你在不断的慈悲的过程 不但可以正的空性 也可以不断的圆满菩提 所以我讲的方法比较简单 不管你做哪一个行业 你就努力慈悲 你早上卖面包 卖豆浆 卖素食 你专门给人家倒水 帮忙去寺庙做义工 你是做老师的 那你就怀着慈悲心去做 你开杂货店的 那你就尽量不要卖烟酒了 动物了 你尽量去选 那个好的品质的素食 东西虽然你赚的少 但是你可以推广 你会觉得说 虽然我赚的很少 但是我心情很好 但是你福报很大 奇怪 原来赚钱不是用心机来的 赚钱不是用心机来的 是财神爷自己找到你家来的 你要有这个体悟 那一天我做了很多布施 因为我去印度 然后很多生病 我就帮他写牌位 帮他供养 结果 我这个替他供水一万瓶 这个替他药包 我写了一大堆 谁生病我都替他写 赶快帮我做 结果我回到台湾 我们会计就不好意思 传来一份简讯 师父 你叫我们花掉了两百多万 钱在哪里 我都讲 赶快做 那个人在生病 赶快替他做 大宝法王 这次法会要延期 听说可能是身体不太舒服 写写写 赶快帮大宝法王做 美国 哇大火灾 我写了很多 供水一万瓶 写了一大堆 哇 算起来两百多万 说师父 这个钱从哪里掉 结果下午就有一位缅甸居士 打电话来 有人要到台湾来 拿了一包东西给我 叫我们去拿 结果一来打开 两百万台币 那我就说 OK 我哪里知道 两百万在哪里 但是人家就天天提来给你 所以以后你就放心了 这个世间如是因如是果 虽然没有很多钱 但是从来不会缺钱 从来都是圆圆满满的 所以这个就是你越想要去帮助 你就越不会烦恼 这个意思了 你不会烦恼钱的问题 你不会烦恼这世间的问题 一切都可以解决的 所以以前医生跟我说 你可能哪里生病啊 我以前第一次被讲癌症 我怀疗快要死 癌症癌症 我这个出家人也得癌症 他说眼睛有个癌症 一定要我去开刀 各位都听过了 然后安排医生 衣服全部脱掉 穿起开刀的衣服 躺在冷冰冰的手术房 叫我躺了两三个钟头 我想不是开刀吗 结果医生说 你这个现在也没有痛 所以慢慢来 慢慢来也不要这样 我躺两个钟头啊 让我在那边思考 结果来了 开完了 走了 隔天他们报告给我 那个不是癌症 那你给我开干嘛 后来我这样讲 我这个想法错 本来是癌症 我努力的变成不是癌症 绝绝要这样想 医生还跟我说 不好意思 帮你开双眼皮 我刚开了 还真的一个眼睛 我已经这边开这边没有开 不好看 刚开完了以后 慢慢就恢复了 但是后来又有一次 我也是这样 后来我现在已经 医生给我说癌症 正常正常 一下就OK了 我就做个烟供 替身躲吗 OKOK了 一点也不烦恼 但是我现在就烦恼 真正癌症来了 我也不会烦恼 因为 反正叫癌症也是空性 那我可以躺在医院 努力念 念到死多好 而且越痛你才会念 因为不念就痛 念了就不痛 所以这个癌症 变成你 你更努力的因 所以我们想要 发普遍心 就是要痛 就要体悟众生的苦 然后这个苦 你会让你更精进 然后越关心众生 你念一下 帮助众生 就是净化自己 那你就没有痛苦 如果你 你很怕被杀 你就会很痛苦 今天我被杀 可以帮我成佛 今天我被杀 可以帮助对方成佛 哇这个杀 这个缘多好啊 对你来讲 杀是个成佛的缘 被杀也是个成佛的缘 那你就不会觉得痛苦 如果说 今天你被抛弃 你会觉得 有一个我被感情欺负了 你会很痛苦 那不行 那你换一个立场 如果我老公去交一个女朋友 多一个未来佛 多好啊 你多交几个啊 因为你把这个 转为一种 把感知识的感情 转为一种 发心助言 你看 哇 你老公的小三说 我抹到那个 大老婆对我得好 叫我去收北冠材 老公又妞 他说他要收北冠材 那个 那个外面小三 会很佩服你 他会成为你的好姐妹 因为什么 对你来讲 因为你 你不在乎了 反而你可以帮助对方 你越帮助对方 你自己越不在乎 反正我们钱都要布施 然后有人把我们钱骗走了 那不是布施吗 主动布施 希望他拿我的这个钱 种下去的因 都成为菩提因 不管他去做什么 就算他去买肉吃 这些肉也都超度 因为用你的钱去买的 他去买漂亮的衣服穿 穿戴他身上都变成解脱衣 这样 因为你物语一个正确的念头 那些钱就变成加持 对不对 如果你认为说 用到我的钱 保证你要求 你用了一个坏的思想 那就把这个事情造一个恶言了 那何必呢 所以我想没有好没有坏 所谓空性就是平等 没有健康没有生病 首先你要从内心里面 完全了解 这个叫乏忍 剔查乏忍 你好好去了解这个 一切法都是平等的 是你有分别造成痛苦 那这样 所有的因缘都变成祖元 万法唯性造 那你就改变世界了 不然的话 你永远都很怕老 怕死 怕分开 怕生病 各位 与其怕他 不如面对他 还帮助他 有没有道理 你怕癌症吗 那你现在帮助癌症的人 你每天都回向给得癌症的人 你每天都回向给 造成癌症的业力在主 你每天都在做 那对你来讲 癌症是天天时空见惯的事情 那一个帮助别人 不要得癌症的人 自己会不会得癌症 一定不会 但是也不是为了不会才去做 希望自己哪一天 能够承受众生的癌症 这才是我们的目的 但是你有那个承受力就很好 有一百个癌症 对你来讲 你可以承受三天的痛苦就过去了 因为你有能力了 你越有能力就可以越帮助众生 所以我想 离佛一败罪灭何杀 每一个佛菩萨 为什么可以把众生的业障消除 因为佛菩萨的悲心承受 但对佛菩萨来讲没有痛苦 为什么 你有智慧怎么有痛苦 就像洗肾机自己不会被污染了 因为这个机器可以把坏的血净化掉 它有这个能力 所以各位为什么要有能力 能力就是空心跟悲心 无我的空心 平等的悲心 男人的大悲 那你再坏的事情都可以进化 外面的孤魂野鬼 能不能变极乐世界的菩萨 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 那些要害死我们的殷亲在主 能不能成为大护法 可以 因为 各位受八观灾界 发心转化了他们 所以这个世界 可以转化的 我想修行最主要就是转化 转念 你要怎么转 但是不能 不能趋吉 很怕痛苦要得快乐 那是传统的 道教的想法 我就是要 因为我们是转化一切 当然站在密宗 越痛苦越容易成佛 越痛苦越容易转化 那各位你现在就要 学习转化 以前很怕鬼 现在 鬼在哪里 告诉我 我们那些 那些 王阿波 魄山 师父哪里鬼多 找我们去 那这样念起来才会认真 火把它放下 烟把它收下 哦 应该叫到世界 选手都是人灰 哦 对他来讲 原来鬼多的地方 是他 发普利心最强的 就像我们战炎法师 我们战体法师 我们那天 战民法师 昨天要来 自己去找王阿波 再收一遍了 看着王阿波 比谈恋爱还快乐 王阿波 王阿波 所以每次我们去欧洲玩 去美国玩 每天也来找王阿波 没有在找什么地方 要么教堂 要么王阿波 那会生起我们 哇 又兴奋了 又兴奋了 这样 赶快啊 动力又来了 大家去帮忙 自动自发 所以各位 下回跟我们去 好不好啊 欧洲 王阿波 你不要叫你 都是去看那些痛苦的 被杀死的 怎么样拍戏 然后我们都去那边 大家就动力好强啊 去那边 为他们念佛 放声 点一只香也可以 对不对 不能点烟共 放很香的饼干也可以 反正尽力了 尽力了 但是大家觉得 非常有意义 非常有意思 因为什么 我因为了解佛法 所以吃不好 睡不好 随便随便 能够去帮助众生 当然里面有 几个不了解佛法 就觉得很无聊啊 怎么跟你们出来啊 你们吃你们的 我吃我的 我招来 招来招夹吧 我们都要讲 这样不好 然后就来拉肚子 发烧 然后就来求我们 你还是乖乖 跟我们吃素吧 因为让他 让他有体验 真痛苦啊 他能够来参加 一定他有这个姻缘 他家里希望他学佛 所以帮他交了这么多钱 来报名 就让他学佛了 对不对 然后 佛菩萨一定会创造 让他学佛的机会 就像有一位菩萨 他女儿说 在英国去读书啊 开始唱歌跳舞啊 那就那一天 我们到英国弘法 就在那一天早上 他拉肚子拉到 爬不起来 只好打电话给他妈 他妈说 太好了 海盗瓦斯刚好在那边 那佛菩萨安排的 对不对 然后一去 他身上有鬼 哇 女人有男生的鬼 哇 恐怖啊 然后这个时候 给他转化 然后他现在就乖乖学佛了 那是佛菩萨的安排 也是他妈妈的大副持 让这个女儿 有机会改变他的想法 因为他终于鬼附身 他第一次知道 什么叫鬼附身 那种痛苦 然后就给他转化 那对我们来讲 所以各位 不可以的 念一下 因缘不可失忆 所以 如何让因缘不可失忆呢 那你随时保持正确的发心动机 不要用心机 不要排斥什么 今天叫你 叫你到云林观音讲堂住一个月 为什么派我来这边 对不对 那你这样想 你就不懂因缘 一个月一个月 好 那我天天在那边送地上经 做阉供 点灯 那你就把握因缘 那告诉我 妙林菩萨 妙林 师父派我来一个月 你赶快告诉我 哪里有没有 我保祖念 我要把他找到头 找到头了 找到头了 我叫你找 师父 还没找完 还三个个 当我找完 才掉了 为什么 你把握当下 而不是说 我要挑这个地方 那地方住也没冷气 对不对 那地方 旁边起轨 叫我来干嘛 那你这个人就是 我只不懂的修行 所以各位 如果很多人找我出家 我说 你跟我出家 叫你回家就回家 这就是修行 你能不能依教奉行 你要挑东挑西 那你不知道 什么叫修行 因为我们不会害你 这样对你才是好的 你是个人个性孤僻 所以要派你去老人 因为去摸我 每天去菜市 你去训练训练自己 如果你不能突破 自己的个性 那你令人讨厌 你还要度众神 就很困难了 所以各位 这个是自己问题 所以各位 如果你有忧郁症 你真的要调伏你自己 别人跟你劝告 你怎么样就怎么样 不然你一辈子都没救 因为你已经不了解你自己 强烈我执 那就是忧郁造育 我要我要 我一定要怎么样 那后来你就会很孤独 无助 情绪不好 鬼附身 鬼就会找你 因为你这样 鬼就会一直附身 然后你就整个都颠倒 哪一天你会脱光衣服 在十字路 跑来跑去的 因为你已经不知道 你在干嘛的 为什么 因为你不听别人劝告 所以在这边 我一定要告诉各位 台湾是一个快乐自由的地方 反正没人管你 你也可以过来 过得好像很快乐 但这样不会进步的 人要有压力 要接受别人的帮助 铁不打不成钢 那你要 你要折服你自己 所以我们很喜欢 师父非常严格 严格到你心里在想什么都知道 呵斥你 骂你 你才有进步的空间 但是有些人 你讲他一句 他背后骂你十句 你实在没办法怎么教他 然后你跟他讲 这样不行 为什么不行 我还跟你解释为什么 那这样你就没机会了 因为这样伤害你自己 当然跟你讲的人 他不是自私的 这样对你有帮助 这样才不会伤害众生 如果你这个做法 会伤害到众生 你就不应该做 也会伤害到你自己 你就不应该做 那所以各位 当然你要去找好老师 那他要有具足这个能力才行 如果这个老师是自私的 哦哦哦 你很会画木款 木款 你这个画眼 他画很多钱回来 嗯好好好 你是个好弟子 你满足他的自私 满足他的欲望 那就没意义了 对方是一个有空性的 有悲心的 善巧方便的 他是关心我们的 而不是说在利用我们的 那如果我们能够清净善知识 那是我们的福报啊 心甘情愿啊 所以这一点 那当然要有素质的因缘 不过讲到这个地方 当你要进步的时候 首先念一下来 因果业力 先化解 所以修行教我们 一定要先忏悔业障 这个因果就冤心在主 这个要先化解 不然你看不到真理 跟神病一样 在那一侧 忏悔业障 超度冤心在主 那这基本的福报 业障消除了 那你再来看真理就看得懂 人家讲话 最简单的一句话 你也听得懂 不然你业障很重的时候 明明是佛法 你听成不好的方法 就像佛陀讲佛华经 居然有五百笔球跑掉 那是过去的因缘业力 讲真理怎么跑掉了 就像有些人 我们开始要讲真理了 他要去上厕所了 你有什么办法 他不想听 他不想做 那就好可惜啊 好 对不起啊 今天各位杜孤啊 我跟各位 谢谢你啊 不过我还是要告诉各位 讲法要讲到人家睡不着 眼睛睁得大大的 越讲 一直睡 那暂停 因为不对积 没对积 不然就是业障重 听到真理就要睡觉 听到歪理就醒过来 就像世间人看到唱歌跳舞 这精神很好 听到要念经 又睡觉了 他自己业障重 你不能怪人家念经错 所以我们学佛人 隔壁在放佛号 阿弥陀神 佛报 哇 隔壁都这样讲不下去 哇 太好了 精神好 那你去读了一个 哇 你唱 我们以前在悟风 这边在念佛 那边就给你放鞭炮 酒给你放流行歌曲 给你拼 因为他听到你们 这在念西人 这个怎么在念西人 这在念佛人 但是他听到那墓语 他就在念西人 那他业障很重 但是也怪我们过去没解好缘 他们问我怎么办 怎么办 那你就要开始天天回向给他们 做功德 那以后就观小声一点 先给他们化解业力 冤亲在主 以后你再做早课 他就不会讨厌你 不然你就说 我唱那么大声好 对方就觉得你在骂他 你唱那么大声 因为你没跟他结好缘 所以各位 先结缘分